美国前总统特朗普8月24日晚抵达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监狱 在自首后不到半小时获得保释 他离开该地时在机场并发表简短讲话 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针对他的刑事案件是对司法的歪曲 并称我们完全有权挑战我们认为不诚实的选举 特朗普的辩护律师与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21日早些时候谈妥特朗普投案的时间和保释条件 包括20万美元保释金 以及不得利用社交媒体针对本案其他18名被告 证人和30名未受指控的同谋者 在本月14日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一个大陪审团向法庭提交起诉书 指控特朗普急令18名被告 试图推翻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乔治亚州结果 这是特朗普今年面临第四次刑事指控 这份长达98页的起诉书列出41项指控 其中13项针对特朗普 随着加拿大烟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 前往急诊室就诊的哮喘患者出现了激增 尤其是在纽约地区 美国CDC8月24日发表的一项 从全美大约4000家医院收集了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4月底至8月初出现野火烟雾的19天里 全美范围内与哮喘相关的急诊就诊人数 比平时高出了17% 一些地区医院的就诊人数增幅更大 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医院就诊量增加了46% 另一项研究的结果发现 在6月7日空气质量最差的这天 全纽约州与哮喘有关的急诊就诊人数猛增了82% 纽约州中部地区急诊室的就诊人数增幅最大 是其他地区的两倍多 此外 发表在《美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》杂志上的第三项研究只关注纽约市 研究发现 6月7日与哮喘有关的急诊就诊人数增加了50%以上 Uber 8月24日宣布 由于加州商业汽车保险费用不断上涨 将加州大部分新司机的最低年龄要求提高到了25岁 新规仅适用于通过Uber轿车平台接送乘客的司机 不适用于Uber Eats的送餐人员 那些在周三之前激活账户的25岁以下司机 仍可以继续通过该平台提供服务 此前 年仅19岁的司机就可以注册并接送乘客 美国50个州都要求司机购买商业保险 才能通过打车平台赚钱 Uber为司机购买了商业汽车保险 包括一旦接受搭车服务 就至少有100万美元的责任保险 Uber表示 人身伤害律师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 专门起诉像我们这样的共享出行平台 这导致加州Uber业保险费用 在短短两年内上涨了65%以上 通过将新司机的年龄要求提高到25岁 希望能减轻这些成本的增长 美国和西方官员8月24日表示 美国情报部门的初步评估认为 俄罗斯雇佣军首领普里格金的坠机 是由蓄意爆炸造成的 其中一名官员说 初步评估认定普里格金很有可能是被袭击的目标 这场爆炸符合普京长期以来试图让其批评者噤声的做法 美国国防部表示 没有迹象表明有地对空导弹射向这架私人飞机 多家峨媒当天报道称 调查人员已将普里格金的私人飞行员阿尔乔姆·斯杰潘诺夫 锁定为头号嫌疑人 他们认为在普里格金乘坐的飞机起飞前 此人曾接触过这架飞机 事故发生前 斯杰潘诺夫没有按计划登上这架飞机 反而乘飞机去了勘察家半岛 并很快失去了踪迹 目前执法机构正积极搜捕 但他可能已不在俄罗斯联邦境内 俄媒援引调查坠机事故人员的消息称 飞机起落架舱内被安置的爆炸装置 可能是坠机的直接原因